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先講講很多人關心的明年苦年 任人年的元空風水流年飛升 因為很多人都這樣問起 其實幾個星期前我們已經講過了 苦年 任人年苦年的流年 元空飛升五皇災升落入中宮 問題不單止是這樣 晶月根據他的口訣 二是五皇 武是五皇 生是黑 每逢到旺年起伯伯 既然人生自去是長生 所以二黑入中 簡單地講 二黑會在晶月飛薄入中宮 流年的五皇和二黑 就嚴不夠價了 所以我們擔心 明年大家會容易因病生災 就想大家小心身體 五皇是胃肚 臭的肚 二黑是雜亂的肚 兩個都是肚 化洩肚只能用金 而將金再洩 就是用水 所以用金水來洩 五皇二黑 但是中宮怎麼擺設呢 你擺一個圓形魚缸 飼養四條黑魔理的 就不是很實際 因為要拖電線 簡單地講 如果能夠做到的 就是一個圓形的 黑色圓形的桌子 吃飯桌之類 擺中宮 或者沙發前面的咖啡桌 用一個黑色圓形的咖啡桌 比較容易處理 當然你說動靜之間 它似乎是靜了 你說如果擺到一個 黑色的鐘 圓形黑色的鐘 無論是電鐘 上鏈 沒有什麼關係 還要動 因為它主要拿著 牽掛的特徵叫做動 動就代表動 天行見 它不停的意思 見的意思就是 宇宙的運作是不會停頓的 所以用一個鐘 就作為鍵 那圓形又是 代表鍵 因為鍵為天 為環 繁圓形的東西 就是宇宙的規律 宇宙規律是圓形的 再加上黑色就是水 金加水 如果你擺到一個鐘 不需要拖線的 擺在廳中心 或者在咖啡桌上 作為擺設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些 小型擺設的時鐘 如果不是更簡單 就是圓形的地毯 黑色、藍色、灰色 其實都是水 黑是100%的水 如果是灰色 就看什麼灰 如果做設計的同事 就不明白 80%黑就是深灰 40%黑就是淡灰 藍也是灰的一種 灰灰藍藍 最後的終結都是黑色 都是代表水 黑色、藍色、灰色 任何一色的圓形地毯 最近很多人問的 就是 WhatsApp問 我們已經講課了 就是明年 這個2022年 任人年 苦年 病符位 又落在什麼工位呢 病符呢 就是在西南位 這個位 如果用事的話 譬如床頭、座位 工作的地方 沙發中間 你坐在看電視 反正你用這個位的話 就會容易 令你身體出事 招病 我們叫病符 你可以放一個 在西南位 就放一個 徽春 圓形 金色、黑底 這些 就是我們這些 你去文連莊會 買到這些 泥金、金紙 那你自己寫個字 這個字 是我寫的 不過你不一定要用我寫的 你自己寫就可以 那你寫了一個字 你就放在徽春裡面 當裝飾也可以 拜賀蓮也可以 福字、秀字、陸字、和字 沒有什麼所謂的 蟬字、佛字 你喜歡寫什麼字 都沒有所謂 拿個形 其實 因為圓形就是金 金色的圓形更加是金 金水 金色黑底裡面是水 水裡面再有金 金又再有水 金水、金水之間 就是衍生作用在這裏 那你去那裏 中環永吉街 有一個叫文連莊 賣孫子的 賣筆墨 你可以去賣那些 這類的紙張 那如果你不寫的話 你可以向前面 如如皇后大道 走去樓梯街 那上面有個老人家 每天都寫徽春的 那你幫助人 別一二百塊 例示他 寫幾個字 那他都願意的 那另外 如果不是的話 就賣一隻日本的 一樣道理 都是這個卡坡 日本的卡坡 那裡面 你見到是圓形的泥金 那你將這個圓形的 黎金色的福士在這裏 都放在西南邊 那就可以變成 洩了他的二黑 胃肚 二黑亂肚 病符位 就在西南的位置 西南邊 那你用手機打開 就知道西南邊在哪裏 簡單地說 簡單地說 盡量不要集亂 不要有胃臭 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乾淨企理 就行 家居 對付二黃五黑 萬變不利其中 其實都是整潔 乾淨企理 那你就可以解決了 你擔憂的問題 那好了 我們講回節目 那講節目前 先講講招生的東西 因為我們那個星期六 星期六的網上 逆經課程 就1月22日 有一個新的開始 有八個卦 都是13港 用八個卦的形式 那今次這八個卦 就是山雷兒兒卦 雜峰大過 大過卦 接著到雜坑卦 和尼卦 計名的尼卦 就是上經的三十卦 最後四卦 還有下經開始的 摘山咸 咸掛 摘山咸掛 還有雷峰行的行掛 接著天山頓就頓掛 大壯掛 真是火裂青春的大壯掛 那下掛人間 就用愛情來講起 哭 就是感覺 無心之感就是哭 多心之感就是哭 咸就是最直接的生命本能 春天一度就是咸 激情 裡面包含的就是救挂 海后 愛情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不期而遇 是沒有辦法預計的海后 但是愛情的激情 要經過下一個行掛的時間考驗 行掛是雷峰行 象徵婚姻 原來愛情要經過時間的考驗 柴米又嚴張操叉 已經不是說激情 而是說持久了 持久之後 經過時間的洗禮 就頓掛 頓掛就是逃亡逃走 頓掛就是頓掛天涯 因為原來當初的激情 經過時間的洗禮 你就會想頓 逃避 頓掛的宗掛就是大壯掛 雷天大壯 無敵青春 生命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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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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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vin說 襲勘掛之前已經說過 不過這次有些人是 中途加入的 所以我們也照回次序來說 四大難掛的時候說過 這次會繼續說一次 或者簡略一點 因為過程這幾組掛都比較多 所以襲勘掛是之前四大難掛 是講過襲勘的 不過我們會跟著 都會走一轉 走一轉 即是說 你重覆聽一次 有些人未聽過 中間就可以再聽襲勘掛 那個掛 其實八個掛是比較緊的 課程比較緊張 簡單地說 這些之前都是講過的 其實問題就是 只要有興趣的 你可以在9196675 Whatsapp我們 9196675 就開始 詢問這個1月22日開課的網上星期六課程 OK 那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了 福字正在用來年將它放在西南方向 可以呀 可以呀 就是福字可以放在來年的西南方向 即是崑偉那裏 這位是美惠 是嗎 美惠問的 因為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 預算之前說的就是 五皇入宗就盡量移政不如動 簡簡單單單 你盡量虧了五皇中公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我怕大家一搞多的時候 更加出問題 就是這樣緣故而已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開始了 2022年 新的一年 1月4日 星期二 黃偉民易經港同 短短幾個月 香港人都感受很深了 我們沒有了《蘋果日報》 沒有了《立場新聞》 還有沒有了《眾新聞》 剛剛最新的 《眾新聞》 都在這個 趁這個2022年來之前 都關門 正式關門停的是今天 應該是1月4日 從此香港就沒有負面新聞 就是 大家都 政府很為大家著想 因為大家就可以很幸福快樂地生活 沒有了負面新聞 全部正面 全部正面 沒有人報導那些不好的事情 是吧 誰有空幫你說政府 立法會現在和政府合作 也不是監察政府 是吧 所以大家都是過著幸福快樂 愉快的生活 但是外部勢力仍然存在 是吧 美帝、英帝那些 外部勢力仍然想利用Omicron Omicron 變種病毒在這裏作怪 他們這次選擇了九龍塘站的又一城 引發出大家都很恐慌的 叫做忘月樓事變 望月樓出現 望月樓出現 他們選擇了香港鐵路交通書樓 九龍塘站來起義 這個位置是 地鐵觀塘線 和新界東鐵線的交匯處 極繁忙的交通書樓 名校臨立 旁邊有個城市大學 當時事發的時候 有207人在用餐 但是政府沒有辦法找得齊這些人 原來安心出行 原來是做樣子的指板警察 所以我們的問責官員 非常靈活和智慧 陳肇始局長 又呼籲 當日在那裏用過餐 的朋友 就盡快和當局聯絡 進行檢測 他當然做得局長 也不簡單 非常聰明 藉著望月樓的帳房 原來你用credit card 找數 credit card 就可以找回簽卡 結帳的卡主 可以追蹤到這些 不肯主動和政府合作的 市民 問題是 為何當日用善班顧客 不肯和政府合作呢? 這個問題就比較敏感 坦白說 今天時勢就不應該問 許樹昌教授就說病毒已經在社區爆發 是不是? 驚空氣很明顯的了 隔著一間廳房也傳染到的 搞到雅典區也要隔著檢測 現在最緊急的教授說 我們應該是找齊那些曾經當時在望月樓用善的顧客 看看中間有多少人感染 是不是已經帶到港狗的國區 今天特區政府的施政目標 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中港通關 你看看 所有人物 由林鄭到官員到袁國勇教授 都是講一個方向 最重要是通關 本來已經搞定了 聖誕前通關 但是呢 但是 拓拓拉拉又說 希望盡量爭取農烈年前 人大常委 譚耀宗都不敢說 為什麼呢? 因為消息人士說 北京本來已經答應了 但是地方政府 深圳和珠海政府 極不願意 望月樓事變之後 深圳更加有理據拖延 唉 張心比己 是不是? 這個時候通關 那麼你香港的神秘帶菌者 奧米康啊 奧米康病毒的神秘帶菌者 那麼就會從九龍塘站成東鐵 去羅湖過關入深圳 豈不是擴散到大陸全國各省市? 咦? 那政治責任當然是落在深圳市的領導身上 這樣嗎? 如果這樣的話 你叫他們怎麼給兩地通關呢? 因為香港特區呢 我們真是 身懷祖國的建制派人士 真的要這麼想 我們不可以單以本地利益作考量 我們應該站在全國的角度 是不是? 我們香港 其實是不是應該效法武漢 西安 這種封程措施 宣佈香港封城 不准出入 不准離開家門 以免奧米狂 在這些洞洞之間流入大陸 影響國內的國情 影響國內的政治穩定 影響國內的習近平主席成功連任 哪些洞 我告訴鞭 我明明 那些洞 人 就是 所以 我告訴這個 我告訴這個 中 line 你告訴我 那些洞 還 怎麽不謹慎因果呢? 過去幾年 過去幾年,香港一直跟新疆競爭 看誰更吸引到文明世界的視線 國際社會的政治領袖各國都看著這兩個地區 過去幾年 他們不斷譴責別有用心 不斷制裁新疆和香港的政府官員 終於香港輸了 輸了 因為美國禁止了新疆的製品入口 形成全大陸的工業出口 都受到影響 北京當然棄居補稅 他在聖誕節那天宣佈了新疆第一把手 新疆省委書記陳全國下馬 由廣東省省長馬卿垂接任 收拾殘局 那陳全國又怎麽安排呢? 他都是執行中央指令而已 陳全國就執行艱難任務 引起世界注視 是不是? 迫到美帝都無路可走 因此成功地要迫美帝禁止 新疆製品入口 他本人 這個犧牲小我 完成了大我之後 他沒有落腳位置 根據中央的報告說 就是另有任用地說 也不知道忽視你去哪裏 那林鄭一生人 我們的林鄭真的不能輸 一生都考第一 這次輸給新疆 當然是很不happy的 是不是? 2021年尾時份 雙翻北都沒得到幾次了 對立場新聞拉人風鋪 都拿回個美彩啦 黑社會用語來的 拿回個彩 不過仍然忍不到美帝出招 沒辦法了 這一仗就輸了 中國人其實都信業部 部業的業 事業的業 什麼叫做業呢? 這是佛教用語 一個人有義的行為 造成了因果 這就叫做業 做業必生業部 善德善果 惡生惡果 所以人生多苦 因為大部分人 做業的業都是惡業 所以生出了痛苦悲傷 怎樣才可以不做業呢? 無心就沒有業部 眾生做業 業不做眾生 現在做業 將來受報 沒有解脫的可能 佛說 諸業不做 自然得到 業由人做 痛苦之人就便出現 若人不做業 就無從產生煩惱之隱 無心 現實上 當權者和國殃民 為何還有這麼多人擁護 這麼多人同流合污呢? 人民擺受摧殘 為何絕大部分人仍然肯默默忍受呢? 我們在漫漫黑夜 又可以做些甚麼呢? 大地一片漆黑 甚麼時候才可以再見黎明呢? 三千年前 在周這個地方諸侯的領袖機槍 就被當時商朝的國軍奏皇 作為政治犯 酬於有理七年 他就做過以上的思考 他身在獄中 本人生死不測 他的大兒子被殺 製成肉包給他吃 刺激他反省人性 黑暗勢力的禍亂根源 他在獄中完成了周易的整理工作 周易以乾坤兩卦開始 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 乾為天 為橫 為君 為父 為馬 為金 為玉 為閒 為寒 為大赤 簡單地說 掛得為見 天道願容 周易伏此 這是抽象的宇宙概念 乾卦是這樣的 是不是這樣呢? 綠淆皆羊 忽然間 拔它之前 就是這樣 兌 你不要賺 賺 沒有過程 但是 不然 那你做賺 你鬥 你帶資料 但是 你不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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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你不賺 我 你不賺 我 你不賺 這是最基本的取象 根據霍金的時間解釋 大概137億年前 宇宙一次大爆炸 開天闢地 一剎那之間就決定了銀河系的運作規律 在短短的時間之内 由六支羊牛 一邊變成六支群牛 大自然的規律從此決定了 這種巨大能量的釋放乾坤 綠牛一次過傳遍的劇編就可以看到 由綠江牛 整個掛綠牛的羊牛 一下子變成綠牛傳音 沒有過程 只有乾坤這個組合是這樣 接下來的六十二卦 三十一個組合 都是逐步漸變 陰變陽 陽變陰 是逐步地變成的 周易 遲遲下轉 就這樣說 他說 乾坤 其逆之門也 乾陽物也 坤陰物也 陰陽合得 而光柔有體 以體天地之賺 以通神明之德 研究周易 就要從乾坤兩卦開始 孔子說 逆理的變化 就是從乾坤兩卦 體現出來 學易 首先 就要把乾坤兩卦 研究透徹 研究逆經 這個學問的中心 就是從乾坤開始 就可以抓住他的主軸了 乾陽物也 乾代表陽性的東西 是叫乾 所以乾為天 就是宇宙 乾為幻 丟丟圈 乾又代表君 皇帝 又代表父親 天是乾 天氣冷是乾 兵是乾 赤色是乾 馬不停的馬也是乾 老馬也是乾 獸馬也是乾 花馬也是乾 木瓜是乾 木梵木果 橋木樹上面生的果 水果 都叫做乾 坤 陰物也 坤代表陰性的東西 代表地 代表母親 代表布 代表飯煲 代表論息 代表災人災禍的大車 所以乾這個符號 代表陽性的東西 這是物理法則 人事法則 陰陽法則 陰陽合得而光柔有體 以看天地之讚 以通神明之德 矛盾制統一 宇宙萬物 我們一做節目 插著很多光管 咪啊 iPad 我們看的Screen 全門都是一個插頭 一個插頭 一個插頭 一個凸出 一拍進去就通了 一拍進去就通了 就是說 表面上兩組完全不同的東西 兩組矛盾的東西 剛柔 凸凸 前後 明暗 相對的矛盾 就是矛盾的統一 男女是兩組完全矛盾的生物 和體型 和心理 統一之後就完成了完美的人生 然後凡顯後代 生生不息 代表陽性的是精子 以益量計 不斷地游泳 游動 去尋找那些唯一的卵子 卵子和精子 交配了 新的生命就誕生 精子和卵子 從任何角度說都是相反 但他們結合就完成完美的 新的生命叫杯胎 陰陽合得 陰陽兩股力量統一之後 就可以了 得 成果 得者得也 就是搞定 那就是成果 搞定了 剛柔有體 體是體會 有了陰陽統一之後 才可以體會 體會什麼 體會天地之讚 天地就是這樣造成的 我們叫讚稿 writer 讚稿者 質不捨高叫讚 誰在這裡讚 誰造就今天我們看到現實的世界人生 宇宙的規律 沒有人 沒有神 造就的只有陰和陽兩股力量 矛盾統一造就了宇宙之間一切成果 陰陽合得而光柔有體 以看天地之讚 以通神明之德 什麼叫神明 莫測就叫神明 至高無上 無可估計 明白了這個變化莫測的人事世間 了解乾坤兩卦 就明白矛盾統一的道理 就了解到天地化肉 神明莫測的規律了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研究周易 一定要從乾坤兩卦開始 從大自然宇宙的天理規律運行 到我們現實生活人間的法則來體現 從本體到現實的應用 從起點到長遠的發展 天理到現實 理論到執行 這就是易經所說的永續經營的架構 什麼叫永續? 就是不理會遇到什麼的豪傑 什麼的挫折 只要以乾坤為源頭 所帶來的創造力 的生命力 是足以讓我們面對一切 克服一切 化解一切 而且可以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所以文明絕對不會毀於我們這一代 任何事物 如果要永續經營 除非有了一個架構 有架構之後還要分主重 乾制主 坤制重 乾主理 坤主勢 乾說的是天理 坤說的是現實 現實要看形勢 但不能超離天理 乾掛全陽主創造 勇猛 精進 自強不適 無限的開拓力量 所以掛得為見 見就是不能停 坤掛全掛為陰 主由順 主配合 所以坤掛掛得為順 要順應著乾的規律 乾的規律叫做天理 坤的特性叫做現實人間 現實人間要跟天理走 坤掛是把乾掛的原則落實到人間 坤為地 我們在廣闊的大地上面 要將天一樣這麼高的理想 執行落實到我們現實 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上面 所以乾需要坤 因為天理是抽象的 他要落實 要具體執行於我們日常的生活上面 但是坤也需要乾 我們現實 飲食男女 衣食奔波 但是我們日不可以亂這麼盲頭烏鷹 不是見高就敗 見低就敗 我們要根據乾的天理做理念 作為生活人生的指引 這個就叫做乾主昆蟲 周易遲詞說 天尊地碑 乾坤定義 我們看頭上面的天空 到太空 無量無邊 觸摸不及 凡摸不到的 我們就覺得尊貴 我們叫他做天 我們腳踏著的叫做土地 卑近親切 人離開土地 人類文明就是大地文明 受住我們生活的地域 自然環境 氣候等等條件 而發展出我們自己的文化文明 天是遠的 摸不到的 地是近的 就在我們這裡 我們熟悉的環境之下成長 天尊地碑 所以乾坤定義 這就是確定的法則 定了 變動不行的 我們的父母叫做乾坤 卑高以塵 貴賤為耳 天是高遠的 無量無邊 地是我們腳踏著的 這麼近 這麼熟悉的 一個是高遠的天 一個是貼近的地 對我們人類來說 自然而然地擺在眼前 因此就形成人類的價值觀 人類的價值觀 簡單的分類 意圓分類就是貴和賤 貴和賤就是這樣決定了 凡是我們得不到的 我們手上沒有的 我們找不到 沒有的 摸不到的東西都珍貴 好像天一樣 真的是珍貴 得到了呢 得到了 日常生活都碰到 就看不起了 悲賤啊 是不是 好像地下一樣 其實人間就是這樣規律出來 窮的人 經常說有錢 有錢是最幸福的了 我聽過幾多 那些算八字的神棍說 是不是 你好明得過你老爸叫李嘉誠 我很有興趣 想問問李澤巨和李澤佳 是不是真的 他老爸叫李嘉誠 他就很幸福了 我只是聽過蔣鎮那幫女兒說 我們的父親叫蔣鎮兩個字 就是給予我們最大的資產 不需要實質任何一元 因為我們的爸爸就叫蔣鎮 窮的人 永遠認為有錢是最幸福 那你有病呢 那我覺得健康最重要 孤單的人就希望有人在身邊陪伴 失去自由的人 那麼自由就最可貴 所以古人說 人情更難而輕易 難的東西你特別重視 而那些你輕視已經擁有的東西 你重視摸不著的追求 你重視摸不著的追求 動靜有上 剛柔斷耳 乾剛坤柔 乾動坤靜 精子是動態 卵子是靜態 乾坤子是符號 天地間萬事萬物 宇宙是動態的 大地是靜態的 動靜 講的是物理世界的現象 物理世界的變動 動靜有常 常就是常規 有規律 有固定的法則 不可以變的 動靜有一條法則 十五就越圓 初一就越缺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是不是 但是物質世界講的是光油 石是光的 水是油的 同樣是木 蒼天大樹 都是木 但是它是光的木 那廖羅萬藤呢 那個是油的了 廖羅藤萬是油 攀藤植物 廖羅非獨生 怨托喬木 大家看過球研客傳嗎 當時李靜去到這個作客 當時有個母機 叫做洪婦女 看到李靜一表人才 半夜敲門 叫李靜私奔 嚇死這小子 這個女子馬上跟他說 廖羅非獨生 怨托喬木 一個女子獨具餵眼之具 這個是不細之英雄 想跟你走 離開楊素 走吧 不如 好啊 他用了這句 廖羅非獨生 我們攀騰的植物 自己 生存不到 代表女性 已有個喬木可托 希望蒼天大樹 叫他糾纏而上 是不是 我們古代以干支 什麼時候 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 都代表五行 每種五行都分江油 甲月秉丁 無幾更新任貴 甲月是木 甲是陽木 月是陰木 甲是江 月是柔 木生火 所以甲月到秉丁 丙是陽火 丁是陰火 梅艷芳這種性格 當然是丙火日主 是不是 但是很多女生是丁火日主 一江一游 性格不同 是吧 梅艷芳是梅姐 梅姐照顧 梅姐找數 又梅姐不用怕 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女生少了醫人 是吧 同樣都是火 有陽有陰 火生土 接著又到霧己了 霧是明山 大石 那幾土呢? 是花園的濕土 可以生長萬物 所有植物靠濕土生 難道你這個大岩石種東西 是吧 土就會生金 羹身也是金 羹是關刀利虎 那你送給女朋友 沒有定情信物都沒有 送一把關刀給人 是吧 多好啊 關刀 有錢就送過 卡TA關刀 沒有錢就送過 媽人牌 老牛 這樣怎麼可以啊 是吧 羊有羊金 那陰有陰金 買不起卡TA 是吧 是吧 貴水是羽露之水 啊 那些 生長萬物 其實所有的五行 都是在講乾坤的陰陽 斷耳 乾坤斷耳 是吧 動靜有上 剛柔斷耳 斷耳 確定了 動靜講物理學的世界 剛柔講現實物質的世界 荒以類聚物以群生 荒以類聚物以群分 刺空生意 荒是地緣政治地方 不同的地方 形成不同的生活習慣 不同的價值取向 不同的地方 人和物的歸類 物種會因為地域不同 好壞的標準就有異 由於地方不同 物種就不同 追求的價值就不同 社會階層不同 物類不同 就生出不同的意見 由於人類 物以群分 就出現了不同意見 就有爭執 凡有爭執就有得失 有得失 刺空就出現了 什麼叫刺空呢 孔子說得失之象也 你要那樣來那樣就刺 得失就是這麼簡單的 定義 是吧 你患了癌 希望好起來 是吧 若到病徐 重新落病床 重新走出社會 踏在地上 看見樹上的青草 樹上的樹葉 宰著青草 看見樹葉 你已經感動到流淚了 戴眼睛 林鄭武好到 而今晚中八千萬六合彩 那就是空 你說八千萬都空 那你患了癌 你想治癌 你不是想中六合彩 那都好過沒有 都是屬於空 不過不是那麼空 空中有刺 八千萬就好好的標靶治療 又去中建特廈找神訊堂 真是very good 所以乾坤帶來了天尊地碑的價值觀 剛柔動靜帶來了物以類聚群分的社會階層 吉空就是人類群體社會出現之後的必然後果 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變化巨逸 易經的根本其實就是復禧事 仰觀天象而切掛 所以一步一步發展出我們現在的周易 周朝之前 夏朝那本叫做連山易 雙朝那本叫做歸狀役 但是優於為周易 是周文王 作為政治犯 坐在有理七年整理而成 再跟著他的兒子佛咒成功 建立周易 有了政治 有了政治 執政的政治能量來推廣他父親那本《易經》 那很自然地 只是得周易 流傳於世 連山歸狀 就隱沒於江湖 就是這樣 這本《易經》 在天是觀察宇宙的運作規律 在地是觀察地球物理世界的形成原因 在動植物是生物界活動的規律 在人類是他們活動的背後邏輯 運作的形式 在地球上面 萬物和人類變化生長 都和自然界的天體運作互相呼應 變化具意 就是這個意思 從這些自然和人類的呼應 就看出了變化的規律來了 我們個人的小宇宙 是跟自然界的大宇宙在規律上面互動 天理影響著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行為又影響著天理 讀《易經》就是學變化的規律 時間的因素 和他們之間的必然性 只要我們跟著變化走 明白法則 就不為今天的世事繁擾了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想跟大家重溫一下乾坤兩掛 就是因為近日的生活 我想騷擾了大家的情緒 令大家不安 希望再講溫乾坤兩掛 拿到這兩掛的規律 就明白的過程就是這樣 好了 一會兒我們說道德經 好一會兒我們說道德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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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到《道德經》第55章 《道德經》第55章 《道德經》全書有81章 現在講到第55章 還有20多章 差不多半年時間 希望我們還有這半年 第55章的內容是 《含德之後比於赤子》 BB呢?赤子 《含德之後比於赤子》 毒蔥 不惜 猛獸不懼 霍鳥不薄 骨若根猶而握鼓 未知菌某之合 而追作 精之智也 終日浩而不雅 和之智也 知和若常 知常若明 益生若長 心使氣若強 勿壯則老 事為不道 不道就早已了 好 多謝有朋友 登出來了 這個是GK Kong 在Youtube上登出了 《道德經》第55章 謝謝他 羅迪也登出來了 在Facebook 大家可以在現場 或者可以看著內容 如果你手上有本《道德經》 你就打開第55章 我們講了超過一半的了 81章《道德經》 現在講到第55章 含德之後 比於赤子 含德之後 比於赤子 我們上一章提到 不過上一章隔了兩個星期 上一章提到 老子教我們以身觀身 由自己個人的親身感受 來觀察生命修養的原則 再去觀察其他人 再去觀察天下人 以身觀身就是收視反聽 名詞不同 用字眼 如果能夠做到收視反聽 就自然可以內照營區 接觸生活的實際 才可以找到生命的本源 老子在這一章 再將以身觀身 作為引身說明 含德之後 比於赤子 第10章也講過了 專器自由能應而苦 應而就是赤子 修行要做到專器自由 柔到什麼程度 天下最柔的就是人體 剛剛出生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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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都是紅赤色的 所以我們古文叫做赤子 即是嬰兒 剛剛離開母體的嬰兒 這張第一句 他就說 含德之後 是比於赤子 老子說 道德修養的功夫 做到多好為止 標準是怎樣 做到好像嬰兒 剛剛出生的嬰兒 這個赤子的境界最好 就好了 嬰兒象徵什麼呢 嬰兒 剛剛出生的嬰兒 沒有是非觀念 沒有善惡觀念 沒有好壞觀念 沒有香臭觀念 沒有一切的分別心 無論什麼人 好人壞人 醜樣的美女 我去鬥一下他 還是李嘉欣去鬥一下他 一樣 他都笑奇奇 是真的笑的 很開心地笑 他沒有後天的分別意識 哇 你這傢伙王偉文這麼噁心 哇 李嘉欣這麼漂亮 他都笑奇奇對著我們 這個就是赤子 這個就是嬰兒 老子說 毒蟲不適 什麼叫毒蟲不適呢 如果跟王拔的版本 他不是用毒蟲兩個字 他用風 叉 尾 蛇 不適 風是說密封 叉就是說蠍子 尾就是說四腳蛇 蛇就是說snake那些蛇 但是 好像從何尚公的版本 三句連起來比較公正一點 我就用了何尚公的版本 毒蟲不適 毒蟲兩個字就完了 因為猛獸不懼 然後霍鳥不搏 都是四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毒蟲 就不會刺他 猛獸不會吃他 霍鳥不會擔他 所以我就用兩個字 就是何尚公版本 就不用王拔 一直都用王拔版本 不過這一句 我覺得用何尚公版本 比較公正一點 簡單地說 無論是毒蟲也好 或者用王拔的 風叉 尾 蛇 不適 不適 簡單地說 毒蛇 猛獸 好像蜆子 蜜蜂 四腳蛇 毒蛇 都爬到 嬰兒身上也不會刺他 這就是 毒蟲不適 那猛獸又怎樣 老虎 獅子 豹 豹 他們不會咬嬰兒的 除非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攻擊 豁了不搏 什麼叫豁了 空中的猛琴 老鷹 咒 飛下來 他擔了兔子 小鹿 但是他從來不去吃嬰兒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無差 攻擊別人的心 動物的本能裏面不需要對付牠 牠骨弱 牠根柔 但是是騙固 嬰兒的骨頭是柔軟的 根是軟綿綿的 你看到那些嬰兒可以自己舔自己的腳趾公 你試試看給我看看 但是嬰兒的小拳頭 握得很緊的 騙固 嬰兒生下來就騙固 你給什麼都騙固 你給他手指就騙固 你給他手指就騙固 你給他什麼都騙固 什麼時候不騙固 臨死 在床上的老人家 死的時候他手指就放開 鬆弱 就是說 象徵他對這個世界騙不住 嬰兒生出來就要騙著世界的一切 假胖玉就在盤子裡掃了一些胭脂水粉 大家記得《紅樓夢》這一幕吧 嬰兒說 未知 群某之俠 而追踪 其實嬰兒沒有男女的欲念 也分不到男人 對著裸體女人 對著裸體男人 他沒有性觀念 但是他的小嘴嘴 生殖器官 經常地撥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 未知群某之俠 而追踪 根據老子的觀察 他的生理機能自然地撥起來 他不是因為情慾 不是high 他是精之治 老子的說法 因為他的精氣充足 所以整個生殖器官豎起了 嬰兒是這樣的 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我也不太印象有 不過 老子就是這樣描繪 他對人世的觀察就是這樣 老子是借嬰兒作為比喻 他開始解釋精神器 三者的修行 要回到嬰兒的一個景點 什麼叫精 道家說的精是生命的精氣 不是男性精子 精蟲的精 不是sperms 是精神 精氣的精神 打坐的人追求 練精化氣 練氣化神 練神還虛 這張老子說得很清楚 要練精化氣 無論是心理 生理的修養 首先你要達到嬰兒的境界 那嬰兒有什麼境界呢 嬰兒的境界就是沒有是非心 沒有善惡心 他不介意香 又不介意臭 你給他一些香水 他也是這樣 那麼舒服 放在他的屁股上 他也是那麼舒服 這就是嬰兒的 你要打坐 你首先要做到練精化氣 首先要沒有分別心 沒有善惡心 你沒有介意任何的客觀條件 你到了這個境界 那個就叫做精知智也 人很難 因為我們喜歡賣弄聰明 有分別心 打坐的蒲團也不一樣 點住炭香也有分別 價錢完全可以天淵之別 是不是 環境 播著流水了明 你怎麼做到嬰兒的境界呢 你要這樣 諸多做作 賣弄聰明 分別這麼大 人的生命分精神氣的境界 講完什麼是精 就要講什麼叫氣了 中日浩而不啞 和之智也 什麼叫做中日浩而不啞呢 浩制只是哭的一種 在嬰兒的世界 整天都在哭 但是他不是真的哭 他不是真的哭 所以他的聲音都哭了 也沒有沙啞 我們講一下書 講三個小時 做完節目 我整把聲音都哭了 啞是沙啞 人老了 身體不好 腹薄 聲音就變了 變得沙啞乾劫 嬰兒好而不啞 講明嬰兒的精氣很充沛 其實看人運氣很容易看 看他的聲音 賊的 豺狼之聲 沙啞 有聲無音 那些都是福氣很頑皮的人 女人你問他 很多人女性 算命 指微斗數八字 都問婚姻好不好 其實婚姻好不好 最簡單的就是 不是先搞這些複雜的術數 你把聲看 你就知道了 其實 婚姻不吉的 約之三度假 女作丈夫聲 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聲音沙啞 或者和公喉的女性婚姻 或者和公喉的女性婚姻 是怎樣的 你們是張柏芝 你們是遠情丹 你們是葉德閒 還有些什麼禮我舉不出 我好像很老的那些名聲 我都沒有年輕的名聲 我記不到名字 你們記不記得的 MIRROR12個名字 你記不記得的 以前的舊同事送我一張MIRROR的poster 是嗎 12個人申請了名字 她說很珍貴 我認不到名字 我說 姜濤你都不認識 應該找得出 12個裡面 其他人都記不到了 所以現在舉不出例子 但問題你很容易看的 凡親女性的聲音 拆的 沙啞的 甚至連音都沒有 那些就是婚姻不吉 神相大全都說了 殺世三拳面 尼夫額不平 若知三度假 女作丈夫性 凡親娥公後的婚姻都不好 寄到 陶小姐說 寄到MIRROR12個人 你背得出 你背不背到健安七子 你背不背到 竹林七宴 其實都不容易寄 那時候讀書都病了 好了 說回這個 道德經不要亂說話 經常都亂說話 我們教書就是這樣 很騙食 一說就趕不出來 英兒整天浩哭 但是她的聲音從來沒有沙啞 為什麼呢 因為她氣足 氣的好 精氣神的氣好 永遠能保持平和 她沒有情緒 沒有激動 她只是哭 其實她沒有動妄念 心境永遠和平 所以老子說和之智也 這就是鍾容說的 智中和 和 知和就約常 知常就約明 益生就約長 這個就是精氣神 神的部分 這一張書 第一節說的是精 第二節說的是氣 第三節說的是神 都是用嬰兒 嬰兒 赤子 再來比喻 佛家說生命是三元和合 什麼叫三元 三個是因素 就是三元 三個因素 三個因緣 湊合而成 就形成了一條生命 第一個因緣是男性的精子 第二個因緣是女性的卵子 Sperm 加粒 Fertilize 再加上佛教講的阿賴耶式的種子式 就構成了一個生命 三元和合入胎 所以在糧胎裡面成長 七日一個變化 一個週期 所以七日來復 亦經這樣說是有原因的 七日是一個unit 三十八個七日 即是二百六十六日 胎狀裡面有一股氣流 將胎打關斗 本來頭在上面 腳在下面 他到準備出生的時候 二百六十六日的時候 他會一股氣流 讓胎這樣轉一轉 頭 向了下面 腳在上面 那個叫順產 嬰兒倒轉了頭上腳下 接著到第四十個七天 即是四十週 就預備離開母體 生出來了 這個是胎兒在子宮裡面 用瓷帶 靠瓷帶吸收母體的營養 他究竟有沒有意識呢? 在佛教的理論是有的 這個就是佛經所說的 第八式阿賴耶式 如果用意義來講 那叫陷葬式 陷葬 過去 現在 未來 一切的種子 的種子個性 在這個意識裡面 這顆種子對這個胎兒來說 去後來先做主公 去後 死的時候最後才走 這個意識 來先生命未開始 他先來 所以他們叫做去後來先做主公 就是這個阿賴耶式 他先來到 他成為胎兒 我們一般人說的靈魂 就是在這裡 老子這一章先用嬰兒來比喻 先講養精 修養得像嬰兒那樣 就是精之治 氣方面 氣的修養 能夠達到嬰兒那樣的 終日浩而不雅 就是和之治也 什麼叫浩? 有類無類 為之入 有聲無類 就是為之浩 有類有聲 就是為之哭 嬰兒的哭聲 有聲無類 所以叫做浩 至於神 神又是怎麼解釋呢? 他說知和若常 有一個天然的靈知之性 這個知 不是知識 意識的知 是神 收道之後 你明白了什麼叫神 神是feel 靈感的發現 神靈的發現 才叫做明白 明白了 我們畫漫畫 頭上有個圈 著手光 叫神 知常若明 知和若常 這個知 就是神 是永遠的 恆常的 所以知常若明 當這個明 就是真正懂得保養自己 所以最後那句叫做 益生若常 三句加起來 知和若常 知常若明 益生若常 就是懂得自己生命 以及這個精神器 而能夠歇病現年 也就是人生的大吉祥 所以益生若常 真是吉祥了 吉祥 即生若常 吉祥 真是吉祥了 後世道家 有本經典 叫高尚玉皇 胎色經 就講過 尚藥三品 神與氣精 每個生命都有長生不老的藥 就是精神器 所以要知道怎樣養精 之後怎樣養氣 然後怎樣煉神 達到長生不老 也就是老子所說的 以身觀神 你自己才明白 你感覺到出來的 這張講完精神器三部分 就講反面了 如果心屎氣若強 什麼叫心屎氣啊 為什麼我們一般凡人 衣食奔波 奔奔茫茫 唉 又義氣 又好性 因為我們做不到嬰兒的境界 因為我們成長之後 世俗的心 我們好強 我們強迫 消耗自己的精神器 強迫自己變成 表面上好像很fit 其實是水晶的樣子 是不是 一生出來 努力讀書 努力會考 努力讀matric 努力考名牌大學 努力畢業 努力在社會奮鬥 努力儲首期 努力買車追女仔 去日本自助餐 買名牌 不斷地消耗自己的生命 強迫消耗精神器的結果 外表似乎自己很fit 又做gym 又跑步 又會講營養 現在講什麼都會的 現在那些人有了手機之後 你們的托塔 懂不懂 懂 懂 托塔當然懂 唉 講他做核彈 懂 沒有問題 做核彈 真的可以買齊材料都做到 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但是老子告訴我們 物葬則老 為之不道 不道祖義 他說你看看萬事萬物 由憂亂 變成了強壯 一到了強壯 強大壯盛的時候 就開始走向衰敗了 太陽 由半夜三點 在海邊慢慢如肚白的升起 最高風升到 noon 十二點 中午 跟著呢 跟著就日落了 跟著 開始衰敗 然後就是死亡 下下下 現在幾點了 五點了 都五點了 Happy Hour 家庭主婦 連high tea都吃完了 物理學的世界就是這樣 月圓就會跟著缺 物葬則老 這個是物理學的世界 自然的規律 物葬則老 大自然也是這樣 我們的身體也是這樣 任何的現象 陽極就陰衰 到了高峰 下一步就是走下坡了 我之前在節目說過 以前江湖人說過一句 打過地莊 雙天至尊 他不擺 他拆擺的 很多人質疑 是不是 兩個大伯 走完 你保住了 被人走了 雙天至尊 你拿完之後 你怎樣 你認為呢 一對天 一對至尊 那你這樣擺 那你跟著 你有沒有跟著 其實你的人生有沒有跟著 如果有跟著 你就不要這樣擺 拆擺 你說這麼傻 拆一對大伯 是不是 不知道殺了多少門 走完的寶寺 還有些狗呢 對呀 會的 但是問題是 你不要那麼盡 所以也經過淆池 越基望 為什麼不叫望 月亮幾乎到望 即是十五 幾乎月圓 為什麼要說幾乎呢 因為他不可以說月圓 一說月圓 就開始越落 越缺了 所以 他想說的 物葬則老 為之不道 這就不是道 不合於道 不道祖義 什麼是義 什麼是義 原蛋就是義 搞定了 完了 原蛋了 不合於道的事 很早義 早義什麼 飄風驟雨 很快就原蛋 很快就消逝了 老子教地以身觀身 目的最後那句 其實你學第一句 和最後一句就行了 如果不是這樣 你就早義了 你就很早就原蛋了 你看一次這段書 其實這書就是一個大的道家秘密 含德之厚 怎麼可以含德這麼厚呢 最後就是怎樣呢 道德修養 含著道德去到多厚 厚到怎樣呢 厚到 比於赤子 好像寶寶那樣 含德之後 比於赤子 赤子有什麼特色呢 寶寶有什麼特色呢 那些英語 毒蟲不適 猛獸不懼 猛獸不懼 霍尿不搏 骨若根猶而握固 未知群某之合 而追作 正之志也 終日好而不雅 和之志也 知和 知和 就約常 知常 就約明 益生 就約長 那就最吉祥了 是吧 心死氣若強 越樣子都裝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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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壯 勿壯 示威不道 不合乎道德的標準 不合乎道德的標準又怎樣呢 不道祖義 其實挺好背 簡單單單 前後呼應 但是在講的就是大秘密出來 含德之後 比於赤子 獨從不識 猛獸不懼 霍尿不搏 骨若根猶而握固 未知 群某之合而粗 追作 精之志也 忠日浩而不雅 和之志也 知和 若常 知常若明 益生若長 相反 如果心死氣若強 那就勿壯 則勞 示威不道 不道就早已了 好 我們今天講完《道德經》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五章 成本《道德經》有八十一章 簡單地講 只有半年時間 就可以講完這本《道德經》 希望能夠跟大家講完這本《道德經》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